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对 知道吧 所以这个红楼里头啊 开始贾使王靴 他们是中间贾家最牛 但是啊 随着这个红楼的故事的情节发展 变化也很快 知道吧 四大家族的情况啊 就发生了变化 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下 其实各个家族呢 彼此的关系就要重新调整 知道吧 你看到了第53回啊 首先就是贾雨村升官 升为了王子腾的顶头上司 你看那书里就这么写 当年已是腊月 离年日静 王夫人与凤杰置办年事 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典 贾雨村捕兽大司马 携礼军机参战曹政 不提 你看他就只一句话带过 这句话带过 其实经常这一句话里头 都作为背景交代 那是非常重要的啊 大司马呢 是没有争议的最高军事主官 而这个贾雨村呢 是林黛玉的师父 与林如海啊 应该是一个派系的 他都是科举出身 我们前面的对于贾雨村的关系中 我们已经说了 他们应该是汉陵同榜 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分析了 贾雨村啊 与林王子腾呢 应当是政敌 而贾雨村到了这个位置 那意味着什么 这个林黛玉的后台就更硬了 更硬的结果是啥 那马上薛宝钗的地位啊 就降级了 你要这么看 你看到正月十五啊 这个家宴上 薛宝钗就不再煮桌了啊 书里是这么写的 外令设议精致小高桌 设着九杯十柱 将自己这一席啊 置于踏旁 命保情相云 带玉宝玉四人作战 美人一转一滚来 先凤与贾母看了 喜泽留在小桌上 尝一尝 扔洒了 放在他四人席上 只算他四人 是跟着贾母作战 故下面方氏 邢夫人王夫人之位 在下呢 便是游氏 李婉 凤姐 贾荣之妻 席边一路便是 宝钗 李文 李奇 秀燕 银春 姊妹等 你看看这一个作册啊 薛宝钦啊 是因为要嫁给梅汉林家 梅家应当很有势力 对吧 而对于湘云呢 我们前面也说了 湘云当是宝玉的平期备胎 知道啊 这个时候我们也说了 到贾家呢 是宝玉的童养席 对吧 而这里头啊 薛潘呢 变成了火死人之后啊 薛家呢 以宝钗 嫁妆之名 就是隐藏家里的财富 在贾府 对吧 其实薛科和薛宝钦啊 是两个来吃薛姨妈 绝户的人 应当也要走了不少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里头啊 已经分析过 类似的事了啊 所以你知道 这个薛宝钗的地位啊 就立刻直线下降 知道啊 那王子腾官也当的 比贾雨村小嘛 对吧 所以主桌上呢 就没有了薛宝钗的身影 薛宝钗与李文姐妹啊 秦秀燕啊 迎春啊 等人到西边一路 你知道 这个也当初啊 螃蟹燕 形成了鲜民的对比啊 当时的螃蟹燕的时候 是什么 是贾母 薛姨妈 宝玉 黛玉 宝钗一桌 看见没 薛姨妈也上桌了 宝钗也上桌了 对吧 然后呢 湘芸是坐东道 都没坐到主桌上来 所以你知道 古代这个座位 座词排列 是非常讲究的 就是在贾母身边的位置 当然是最尊贵了 所以贾家内部呢 一直啊 是非常的势力眼 书中要看这些细节啊 随着各种的位置的变化 其实这个势力强弱呢 也在调整 只是说这个薛宝钗 心机很深深的 没有表露出来 而是薛家人之后 在大官员里 各种抓权嘛 抓权 控制这个 控制那个 等待外部 各家势力的变化 而且在书中啊 后来的情节 确实在不断的激烈变化 结果难以预知啊 不断的 不断的